佛法是平等的 身 佛平等 你看他说这个语气 身是众生 佛是佛 众生跟佛平等 把众生讲在前面 佛讲在后头 不是讲佛身平等 身佛平等 这是谦虚 把众生提高 对众生的尊敬 就是对众生的恭敬 我们对佛不恭敬 但是佛对我们很恭敬 这是他教我们的 他教我们恭敬 他自己没有恭敬心 他怎么叫 他先要把恭敬做出来 让我们看到了 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定 要恭敬 真正能恭敬别人 然后才能够敬爱别人 才能够关怀别人 才能够照顾别人 才能够帮助别人 后头就对着来了 那什么 都是自信的信德了 佛法里头没有自私自利 所以入佛门不容易 为什么呢 头一关把身件破掉 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 身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有的 衣服 衣服不生活 生活所有的 身体也不生活 生活所有的 什么生活呢 一般人讲 灵魂生活 那在六道投胎 是灵魂去投胎 不是身体啊 身体不能投胎啊 身体有生有灭了 灵魂不生不灭 灵魂离开身体 这人死了 灵魂进入这身体的时候 人活了 可是佛教 不说这个魂是灵魂 魂是他不灵 魂是迷魂 迷魂电脑 他要真地灵 他怎么会到畜生投胎 真的要很灵的话 他为什么不到 富贵人家去投胎 他要投胎 他要贫穷人家 就是无所难 他不灵啊 糊涂啊 这是迷魂 他不灵 他迷 如果这个灵魂救了 这学佛慢慢的有了 觉悟了啊 就不叫做魂了 叫灵性 这就正确了 佛告诉我 自信是我 这个要搞清楚啊 这个要搞清楚啊 灵魂救了就是自信 啊 如何让灵魂救 这就是佛教教学的目的 帮助我们觉悟 不是帮助我们神 神是个物质东西 这个东西不灵 明万不灵 啊 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灵性 啊 要觉悟 要把我们的境界向上提升 啊 要放下一切 错误的这些障碍 啊 你比如说认为神是我 这头一个错误观念 你看错了 你想错了 神不是我 啊 第一观 啊 这是属于 贱货里面的 一个一种 佛给我们讲 贱死烦恼 啊 贱货有 五种 第一个是神贱 错误的 第二个 是边贱 边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 相对的 假的 完全是错误的 啊 边贱要是破掉之后了 你就能够横顺众生随其功德 知道什么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啊 啊 用对待自己的心态 对待一切众生 啊 对立的这个念头没有了 啊 下面两种 中国人将成贱 戒取贱跟贱取贱 戒取贱是阴上的成贱 这两种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要把它放下 最后一种 不设于前面这四种 其他的错误的看法 通通通放下 这个人说 真的小陈 虚头啊 粗苦 大乘佛法的 华严经上所说的 实性位的菩萨 粗性 实性好比小学 啊 十个年级 他是小学一年级 这次入门呢 如果 我们的 这五种 见或没破 没入门呢 啊 虽然学佛出家收戒也不行 还在幼稚园 啊 没上小学 啊 没上小学 不算是圣人 小学一年级 都成为圣人 为什么呢 他绝 虽然没出六道啊 绝对不躲三国道 啊 他只是天上人间 而且有时间线 顶多七次 啊 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 他肯定正阿罗汉 他就超越六道了 啊 换一句话是 得到了 出行为的菩萨 你就得到了 保证 啊 就像上学一样 啊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啊 在大臣 七行为的菩萨 断正的 功夫 等于阿罗汉 啊 第七行 那我们就知道了 第八行 等于辟之福 第九行 等于菩萨 第十行 等于福 是法界里面的福 啊 啊 啊 那么七行 以前 这是六道轮回 啊 七行之后 是四圣 法界 啊 七八九十 是四圣 法界 四圣 法界 释迦牟尼佛的 净土 六道 是释迦佛的 绘土 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 啊 这是佛法 跟世间 神仙呢 标准 不一样地方 它的标准 是真的 实实在在 道道地地的 把你的灵性 向上提升了 啊 你的定力 你的德行 你的智慧 啊 都不断地增长了 啊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佛 阿